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石材与光影 厚重与张力 完美交织在一起 这个空间最有特色的是这个栏道 一进门入口会先看到一个非常厚实的主墙面 配合厚实的地板 这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结合之后 会让人一进门把心灵压到最低的瓶颈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会有一个虚烈空间反射的镜子出来 把狼道变大 然后呢 它会反射到主空间 这种手法会让人有一种暧昧跟好奇偷窥的心态 会继续往前走 会继续看到对主空间是什么东西 再往前看 会看到真实的主空间跟外面的绿地 完全结合整个空间被释放出来 长大之后会有一种惊艳的效果 就像是桃花拥挤里面的柳暗花民众一春的那种惊艳感 这是我希望创造来客人或是每天回家的屋主能够进来 就是一种喜悦的感觉 阳光 绿意 自然 宁静 让空间充满自由呼吸的张力和宁静的茶意 整个客厅就像一个空中庭院 窗外的景色与室内的设计不经意会贴合在一起 整体色调稳重 舒畅 色泽温暖的梧桐木 作为主要的纹理与食材的搭配运用 看似简单 却耐人寻味 我们整个空间强调的事情是希望把情绪 不管在外面再吵杂 因为这个空间正好在整个深圳福田最核心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它经过一天的盲目之后回到家 能够把心放平静 然后得到充分的休息 然后人眼睛看到自然会放松 然后看到自然的材料也会放松 像我们做这个读书阅读空间 想要让它有森林里面的感受 所以能够把外面的植栽跟木栗板做同样的高度 然后外面直接连到外面的森林 所以感觉上森林跟我们是没有距离的 所以好像住在森林小屋 三间小屋看着室外的风景一样 感受到这种平静的自然感 因为客厅很通透很狭长 设计师充分利用这个特点 把空间设计成一个像魔术盒子一样 可以变化 打开或者关闭 随时都可以变换出不同的空间 它这个空间是可变的 就可以把所有东西全部关起来 每一个空间它单独的处在 所以这个空间看起来自由可灵活 甚至同样一个主空间 我们可以切成三段 你可以把三个同时融在一起 像我这个休息室 它可以门关起来之后 就变成独立的空间 那儿童起床时可以把门关起来 变成独立的空间 变成使用上又可以变成灵活使用 那平常时就可以变成 大家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自由灵活的一种方式 一种生活的方式